大家好 我是舒怡营养师 今天的问问学堂要来解答的问题是 蔬果的正确清洗方式 很好的问题也是非常多人想要问的 那其实蔬菜水果有非常多的种类 大致上的程序是要先把 外皮上面的一些脏脏的 土壤啦或者是杂草啦等等的我们先把它粗略的清洗一下 先冲掉一些杂质 那接着呢我们就要做浸泡 跟开小小的水量这样子来做 浸泡冲洗的动作 那所以大家呢在 准备要清理这些蔬果的时候最好要备一个大脸盆 把你呢刚刚已经粗略洗过的这些蔬菜水果呢 丢到那个大脸盆然后装满水喔 然后你的水龙头呢不需要放 大水 这样子可能会有点浪费水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只需要开小小的水量 让他这个里面的水那个脸盆当中的水呢是有不断的在 滴漏出来 这样子就可以确保说是在 不断的水是有流动的状态 那步骤为什么是这样呢有些人会说那在这个步骤的时候是不是要加点 盐巴 还是要不要加一点醋呢 又或者是有人会问说要不要加小苏打 其实答案都是不用的 只需要呢用清水洗就可以了 好所以请大家不用额外再添加任何的清洁的这个步骤了 清水洗是最干净的 那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般来在做清洗的动作是希望可以去除掉 农药的残留 对吧 那农药的残留呢这有点像是物理学的概念就是 通常 浓度会从 浓度高的地方会慢慢的流到 浓度低的地方 对吧 所以当你的农药呢在蔬果上面可能是比较 多的时候呢 那我们透过清水 这样子浸泡 清洗的动作呢 他可以把农药带到这个清水里头来 可是 反之 如果在你的这个浸泡的这个水当中加了盐巴 加了醋啦 加了小苏打 那你这个浸泡的水的浓度就会提高了 那这样反而会让这个蔬果当中的农药是 不容易 这样释放出来到这个清水当中的 OK 好所以我们要切记 其实清水洗就足以能够清除掉 绝大部分的农药了 好那 这个放水流的这个时间呢 大约呢 会需要差不多 10分钟 那又或者是说有些人觉得 那那个水流好像 这样流10分钟会不会太多了 那也可以 转换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在那个大脸盆当中呢 你的这个水量 放满以后 那你的蔬果在里面浸泡嘛 大概隔个三分钟以后就换一次水 那以这样子的程序 至少要循环三次喔 所以就浸泡三分钟 然后换水 然后再浸泡 又三分钟以后再换一次水 然后在最后一次 又再浸泡三分钟 再换 换水一次 那至少要能够三到五轮这样子换水的动作 其实也等同于你开那个小水这样子在流放的这个状态清洗是一样的步骤 那再来最后一个步骤则是清洗干净以后 则是开始来去裁切了喔 所以要记得 那个切的动作其实是在洗干净以后才来切的OK 好所以大家有学起来了吗 那再来呢特别提醒一下就是 你在这个浸泡跟冲洗的这个时候呢 因为蔬果的这个形态有很多的类别 那比方说叶菜类啦 那你就可能要稍微拨开拨松一下 让它能够把 这个原本比较靠近耕地的地方呢 能够浸泡到那个水里头 那又或者是包菜类球形状态的呢 你就要稍微把它一样 可能对切然后拨松 这样子就可以比较确保说 里面的这个叶子的部分也都能够 浸泡到水里头 那这样才能够把这个脏污啦 或者是农药啦 带出来 所以要稍微有拨松的动作喔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解答 我们下一集见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